今天是布吉的戰利品篇 出發前有觀眾說布吉沒有東西買 最後我買了一袋 兩袋 還有第三袋 足足足滿了一個26寸的行李箱 所以說購物三我都是難拿不到的 如果大家有興趣想知道我在泰國 布吉買了什麼 有沒有手信給大家的話就不要錯過 我們現在馬上開始了 鎖到這期最熱門的泰國品牌 悲居莫屬 Gentlewoman 手上的Toe Bag有機會是下輪版 很有趣 它有雞蛋、Bacon、Doughnut 上面是好標籤 寫著 Gentlewoman 如果不認得這個名字不要緊 大家可以看看我買了一個小的Toe Bag 認得了吧 整個IG都是它 這個是他們非常名的Toe Bag 我買不到白色 只買到一個黑色 還有買了一個超級熱門 出了一個星期完全就賣光了 一個牛仔布式 裡面有帶可以做到斜背、側背 背上去之後就會是這樣的 它可以較長短的 大家會選擇黑色還是牛仔布呢 我就不選了 兩個我都要 電話是放得下的 還有很多空間 所以除了買給我自己 買多了一個牛仔布顏色給大家做手信 一個是我的 一個是大家的 除了袋 我還買了身上這件的衣服 它是短版的 寫著 Gentlewoman 還有這頂帽子 它寫著牌子的名字 它最特別的地方就是裡面圍著 Gentlewoman 現在很輕的 吊著繩子 因為我覺得我現在的膚色 再加上這條繩子 好像去探險一樣 這條繩子 但對我來說會比較合適 這頂帽子 還有一個小童版的 我買了給我表妹的女兒 是超可愛的 這個比起大人 再可愛很多 它寫著 Gentle Little Woman 裡面都是這樣的 它好像幼稚園手寫的英文字 這頂帽子非常漂亮 小童這個我試了很久 它沒有一個很大的尺寸 所以我是完全戴不到 否則我會很想要這個 除了這兩樣之外 我還買了它們的小白鞋 它在鞋帶 旁邊這裡 再加上鞋底 我也是寫著 Gentle Woman 我覺得是很多細節位 雖然有些貴 是四百多港幣 但我覺得很漂亮 買了給自己 買了給媽媽的 在這間店我買了二千多港幣 所以算是一個中價位的品牌 但我覺得現在有這麼熱門 它的質感也不錯 就大手入貨了 然後在市集我繼續忍不住 買了這麼多手織袋 這個品牌是叫 Paris Handmade 超美 紫色 是不是很夏天 它是很紮實的 不會很鬆 或者是很疏孔的 裡面雖然什麼間隔都沒有 但它是手工 看著它織牆 我覺得是很美 除了這個品牌是可以這樣 背上薄 另外我還買了兩個是這樣的 顏色就沒有這麼鮮艷 因為這個我打算是秋天 冬天都可以用的 它是一個 是不是叫正方形呢 它的形狀撐起來的時候 是會立體的 然後一個綠色 一個泥黃色 這個我打算給大家可以有一個做手信的 超美 很好配 上面是有些波波的 兩個格子水筒是可以斜背的 我已經不想算買了多少個小袋 還有它們 它們都是可以斜背的 背了上身應該短一點 來到這個位置 是不是好可愛 我還買了一些很顏色的飾物 例如貝殼耳環和珠珠頸鏈 它們都是用黏塗 人工的鍊 上色 然後那些珠珠 我也覺得很漂亮 很彩色 很Y2K的風格 應該大家會喜歡的 所以每樣我都會選一個做手信給大家 還有兩件衣服 我在Bixy買的 便宜的 很簡單 想著用來放狗的時候 只有幾十元而已 接著到Skin Care 最大一份是送給大家做手信的 Soap & Glory的套裝 這個裡面有洗澡 磨砂 身體肌膚 還有一個面膜的 我自己在英國 泰國都很喜歡買Soap & Glory的產品 但是這次因為家裡有很多 沒有買給自己 買了這個 送給大家 應該大家去旅行的時候就很適合用了 接著是兩枝Tek Baker的Body Spray 打算放在廁所 有空就噴一下 它是很香的一個花香味 去泰國必買的蚊帕水和蚊膏 這麼多年我最喜歡都是它們 聽說泰國的凡士林是很好用 我就買了幾款 這個是買多了一支送給大家的 它是寫著有Serum 有UV 應該做到防曬 還有有光澤 令皮膚健康提亮 我想大家會喜歡 然後橙色的這一款 它更加厲害 是寫著SPF50PA 4個加 還是3個加 因為它的字是寫著4個 然後後面我是看到3個的 不要緊 它是做到一個更加強的防曬效果 最後藍色呢 這個寫著Overnite 應該是再保濕一點的 還看到Nivea出了一個維他命C美白的防曬 只是20元一支而已 買了很多很多 在Boost那邊亂買的眼線和Mascara 極力推薦我買No.7的一個抗敏安瓶 然後很誇張 我在七仔掃了很多包裝髮膜 Low Gel和暗瘡膏 那些髮膜我買了都不知道多少包了 這一款是Dolf的 是我朋友叫我買兩盒 他說買兩盒真的好用 他一說好用 我就這樣一邊掃一邊掃 然後橙色的包就是Sunsilk 我第一天用 用完之後驚為天人 我是順滑到完全不想夾頭髮 我是覺得太順滑了 我要就這樣出門口 然後我就一直掃很多包 忍不住一盒買 他一盒是十包的 每一包是十匹 所以這裡是20多元 一包我這個長度可以用兩次左右 所以我是買了超級無敵多 這裡是自己的 幫朋友買的已經分光了 當然會送給大家做手信去試一下 還有這一款的蘆蕙Gel 它很好用 首先它的保濕度是不錯 然後它是可以這樣開完 之後用不完 關上放在冰箱裡 然後曬完 去完沙灘 或者平時很熱 皮膚需要保濕去降溫 舒緩的時候 就直接用 一包是可以用到六次 是我和今生三天是一起用 所以我又是一直掃 看到它除了蘆蕙有一個番茄 我不知道有什麼用 但是很開心就買了 買了很多 然後這個暗瘡膏 是有觀眾中途旅途的時候 告訴我是很好用 我又聽他說又買了 然後又買了不同的品牌 總之我就買了很多很多 還有這個的眼膜 這裡也有一包是想送給大家做手信 今次的玩法就考考大家 有沒有留心看片 當然是要Subscribe 要Like 然後留言 寫下你想要的手信 剛才我在片中已經分享了 有什麼禮物我準備了給大家 然後就寫下你的IG account 因為我會在IG公佈 就會Tack你們 還有記著FollowIG 是要我的觀眾 我這麼辛苦買回來 都是按Follow 都是按Like 都是按Subscribe 就會有這麼豐富的禮物 是不是我覺得很應該先做 Anyway 很簡單 寫下你想要的禮物 IG account 還有任何的留言都OK 下個星期我會在IG公佈 一個星期為限期 最後這一袋是食物 我不行了 我好累 不如我叫金先生過來分享 Hello 大家好 Sui Ma Ma 就讓我介紹一下 我們買了的食物手信 沒錯 這一袋 我好累 沒錯 通常都是各位小姐買的 好 我還在這裡 首先就是我們買了這個 這個泰國必備的魷魚肉 全部都是我的 沒錯 你沒有粉的 我買了給 Kill的朋友做手信 最後剩下這三包 應該都會派給人 其實我是沒得吃的 不是 但是買了很多味 對 我買了三種不同的味 因為很多朋友都喜歡吃 我就買了超級多 它有很節儉的位置 然後就是 這個我也有粉 超大筷子菜 有辣有不辣 這個是我吃了十年 每一次去泰國都是買這個牌子 大家可以劇圖的 Chopper你不要不斷疼我 這個真的很好吃 裡面是獨立包裝 是很脆 有甜甜的 總之是超級推計大家去買的 這個 這個應該是 豬肉 糸 是不是 不是啊 這個是魷魚糸 不是啊 這個是豬肉鬆的一些 脆脆 又是超好吃 我剩下 一包還是兩包 是給自己的 全部我買了十幾包 都是送給朋友 接著來 這位小姐喜歡吃的 榴槤糖 其實我是買給我媽媽的 然後買多了一包 但是這位先生 他就說很硬 嗯 他就說這個不是軟糖 我現在都想著這一包是怎麼辦 因為我都不喜歡吃硬糖 我以為是那種 三角形的椰汁糖的那種質感 但是他不是 他是很硬的 所以大家這個不要買 接著這個也是魷魚片 是呀 這款是濕的 剛才那款是比較乾身的 有些朋友是喜歡吃濕的 我就送這個 是不是很細心 是啊 我也不知道是買了兩款 我在迫斯那邊一直騷 因為是很多朋友 所以很多鄰居 街坊 全部人都會派 沒有理由給一包 通常都是一包 再搭其他的零食送給他們 那就買了超級無力多 這個我也知道了 這個就是我們買的茶 這個是荔枝茶 荔什麼枝啊 這個是青檸 這是青檸 一些檸茶類 它是沖粉的 裡面的獨立包裝 應該可以就這樣用水 不用用熱水便可以沖 然後這個 這個才是荔枝茶 對 這個跟他爭了很久 因為他說他沒有獨立包裝 就問我應該怎樣裝 我不管 我喜歡 我就買了回來 這兩包是我要求的 泰式奶茶 對 一個是著巢的 一個是另外的牌子 不認識的 那就看看哪個是好吃的 這個跟剛才一樣 對 我們快點帶過去吧 這個是紫菜味的 我們是汽肉的 我們將會下廚煮的東西 是啊 這次買了很多 這個Blue Elephant的牌子 一些的料理包 裡面已經有了麵 還有裡面的一些調味 就告訴你 你要買些什麼 再加下去 就可以煮到 它這個樣子的東西 這個是 佩泰 我們買了很多很多盒 這個雪麵 因為應該很多朋友都喜歡的 那就買給他們做手信 冬陰宮湯的麵 好像很好吃 它裡面是有米粉的 寫著了 所以是非常簡單的料理包 我最喜歡的 椰子雞 椰汁雞湯 這個是蒼蝦雞 椰汁雞湯 這個也是我自己很喜歡的 但是不知道它這麼小包 煮出來是不是好喝 跟大家再報告 Gurley 是什麼來的 DUN 這個你不記得了 我們第一天在布吉 去一間餐廳吃了一個咖喱的豬 那一個的咖喱 我就認得這個名字 所以我在碧絲買回它 我們的回憶沒有了 沒有了 完全忘記了 你走 接著 就沒有了 這樣就完了 完了 沒有了我們的食篇 這樣就拍完了 超級輕鬆 沒有離婚 你的手信就吃了咖 對 好了 那我們就分享完 今次我在布吉買的東西了 都不是很多 最重要是玩得開心 買得開心 大家看得開心 然後參加P4A 又開心 這樣就可以了 Anyway 我們就完了今天這條片 希望大家會喜歡看 如果喜歡的話 記得按LIKE 和Subscribe我Channel 我每個星期會 Outload兩條新片 逢星期六的下午3點 逢星期日的下午12點 那我們下條片再見 Bye Bye by bwd6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